比特币非流动性供应量创历史新高 短期货将继续下探 以太坊的流通量明显减少 达市停止出块到底为何 减半周期即将到来 达市是真的不行了吗 BLC20继续强势 比特链的NFT暴走 供链新贵们可得加把劲了 FTX重启交易所成真 执行场证实FTX2.0计划正在推进 炒币组爽头披萨币 结果悲剧收场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5月24号星期三 B联合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数据 昨天之所以让大家逢高减仓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囤币党的决心不断的加强 当前比特币的非流动性供应量 也就是说囤币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1151万枚 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 是历史最高的囤币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囤币的增加 现货交易量也在不断的走低 当前比特币的7天的平均交易额 仅仅是104亿美元 这是至23年以来最低的一个交易量 数据显示 以太坊自合并以来 流通供应量已经减少了25万枚 当前的年化通缩率是负的0.31% 所以以太坊的质压量 还远远超过解质压量 这是目前为止 以太坊还能保持如此势头的一个原因 但是随着质压量的提升 其实质压的收益率是下降的 这其实阻碍了后面继续质压流入的一个速度 好美国这边最近没什么新的进展 但是香港这边倒是利好品出的 表示会继续推动香港成为加密货币中心的建设 并且还要允许散户投资者 根据相应的规则来参与加密货币的交易 所以昨天的拉升大概率和香港宣布的利好有关系 那对于香港的事件怎么理解 近期我们会采访香港区块链协会的唐主席 听听这个生在香港 长在香港的香港的企业家 对于现在的香港政策是如何理解的 但我们从大盘上来看 短期内大盘想要继续站稳 27500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如果近期没有更多的利好刺激的话 有可能比特币会继续向下探底 25000会有可能看到 好 我们来看新闻 说到当机在区块链世界当中 其实是见怪不怪的 比如说BSC、Avilancher、Solana都当机过 而且Solana还是12个月当7次 当当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区块链有一个不可能三角 如果要保证安全性 它的去中心化就要很强 所以大家认为说POS攻略才会容易发生当机的事情 不过静心的大家发现 POW链也会发生当机 前段时间BRC20大火的时候 用户直接把比特币网络给挤爆停止出块了 对吧 这也是一种当机 那最近呢 达氏区块链也停止了出块了 日前 带氏区块链在高度为187万4879处停止了区块生产 在数小时后 带氏核心集团的首席技术官 塞缪尔·韦斯特利奇就此向社区表示 带氏区块链已升级到新版本 已经恢复运行 开始生产 目前带氏网络拥有约每秒3.77 Pashhead的估计专用Hashrate 领先的带氏矿池是Pooler Watchbit和F2 Pro 那目前达氏币的减半时间呢 仅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再来看看达氏币的价格 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拉升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条老的公链 本来应该有不少的热度的 但这些年来达氏的社区并没有太大的动作 最后达氏变成了连减半周期都没有起色的一个新时代的稳定币了 而此次荡基行为更是让社区人心涣散 大家都很愤怒 看来达氏真的有可能会跌出头部加密资产的行列了 这也说明了在币圈这个鱼龙混在的社会 散户是逐利的 资本也是逐利的 什么天王级公链 什么以太坊杀手 什么散烂看到500刀 没了热度 啥也不是 在NFT界最大的公链是谁 毫无疑问是以太坊 第二索罗纳或者是BSC 因为这两头公链有非常庞大的用户群和资金值 而且在以太坊手续费很高很慢的情况下 这两条链是作为一个补充吸了不少以太坊的血的 谁能想到一个月前这样的排名 大家都不会否认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时代变了 BRC20的火爆竟然让比特币这条老公链 它在NFT上的交易额和交易量直接超过了索拉纳和BSC 现在成为了公链NFT赛道的第二的位置 就一个月时间谁能想到呢 但是作为一个老矿工 我想说让BRC20的NFT来的更猛烈些吧 CryptoSlam数据显示 比特币网络已经成为仅次于以太坊的第二大NFT链 从指标来看 比特币在整个市场上NFT销售额委屈第二 过去的30天 比特币二级市场上的NFT销售额高达1.6747亿美元 就比特币最受欢迎的NFT系列而言 Bitcoin Ordinals 在过去30天内以2630万美元的销售额领先 为同期所有区块链中销售额第四高的项目 BRC20的火爆 我想不仅仅是因为有了新的叙事 大家想一想 比特币这条公链除了可以作为数字黄金来存储价值 它还有什么 它有非常庞大的矿工群体 有非常多的臀币档 比特币的地址数量可是公链第一的 那好 这些人只要拿出一天两天的产量 就可以把整个BRC20的叙事 搅得天翻地覆 甚至我认为说 很有可能会是下一轮牛市的 一个非常庞大的催化剂 那到这儿 我倒想问问 那些新的公链 新贵公链 不是号称超越以太坊吗 不是号称TPS多高多高吗 如此老的公链都能换发新的生机 在熊成这样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都可以把叙事搞起来 把我们内部的交换搞起来 在如此的财富效应面前 大家都无动于衷 怎么了 都打麻药了吗 FTX满血复活 能卷土重来吗 节日大线 无脑跟披萨币 反被披萨片 已经破产的FTX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上个月我们给大家报道过 很有可能FTX会重新启动 那清算团队传出 已经回收了超过73亿美元的资产 并且预计在今年Q2 提出重新启动运营的计划 这可以说让很多受害用户和债券人 是相当高兴和兴奋的 虽然说事后不少律师和华尔街人士 认为说重启交易所 其实没那么简单 但是今天还是有好消息传出来了 由清算人约翰雷三世 接替FTX执行长以来 他每个月的资金用度与薪酬 都需公筑上乘法院 锐的薪资明信里面 包含了一连串重启FTX2.0的时程表 包括评价交易所重建工作 评价重启FTX2.0的下一步行动 FTX发行的平台代币FTT 也受消息影响开始上涨 当日涨幅超过11% 由于这个John Ray他是按照小时来收取他的报酬的 所以他的行程表反而能够让债权人来检视 目前清算团队到底做了什么 还将做什么 所以这个消息应该说算是侧面正式了 但投资人必须注意 FTX如果真的启动 FTT肯定不会被当做正式使用的平台币 或者说计算大家赔偿的依据 5月22号是比特币的披萨日 本来说发条朋友圈就过了 因为这条消息确实也没有办法 没有足够的信息量登上我们的日报 但是加密货币的信徒们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 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是劫难日 怎么理解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说很多人因为一时兴奋 把资金投入到几个和披萨相关的代币当中 那么项目方收到钱之后立刻跑路了 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 5月22号当天 第一个成功吸引投资人目光的披萨迷因币是PizzaCoin 但在上架仅8分钟后 立马就被开发者调高了销售税率 导致投资人无法脱手持币 过去两天内 共计有15个与披萨相关的迷因币问世 其中4个已被确认为拉地毯骗局 至少5个被怀疑是密贯骗局 据统计 这些迷因币骗图已成功获利至少20万美元 这个拉地毯骗局 Rogpo还有密贯骗局 这两个都是网络欺诈手段 拉地毯是利用各种技术手段 来直接窃取投资人的资金 而这个密贯骗局是诱骗受害人 在虚假的交易当中把钱放进去 但是只有合约的创建者才能够出售资产 而购买的人只能够持有一堆没有办法套现的代币 所以在这个纪念比特币第一次有了交易价格的意义非凡的日子 如今却沦为了各个骗子们吸睛的一个吊耳 这真的是让人唏嘘 这个圈子缺乏规矩 但是野蛮生长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投资逻辑 好 来看今天的必须大事件 据Certic监测 Ocean Protocol项目Discord服务器遭到黑客入侵 在团队确认已重获对服务器的控制之前 请勿点击任何链接 据官方公告BitPhoenix宣布上线 以太坊链上ERC20代币派派 BitPhoenix已于北京时间18点开放派派充值 派派交易将于UTC时间5月24号10点左右开放 提供USD、USDT交易队 基于比特币闪电网络建立的加密支付应用Strek 宣布将Certic整合到其平台 允许用户在几秒钟内全球发送和接收资金 由韩国五大加密交易所 Ubit、Bissom、CoinOne、Corbit和GoPax组成的韩国数字资产交易所 联合咨询机构已开通官方网站 该网站包含简介、新闻、资料室等栏目 提供代币公布、自律规定、旅行内容等信息 用于账户抽象的加密基础设施Pimlico 已上线基于ZKRollab的以太坊扩容网络Scroll 成为Scroll省ERC4337钱包的首批基础设施提供商 支持钱包使用ERC20代币赞助用户操作 好 我们节目每天会帮大家梳理 您必须关注的这个投资赛道的大势效情 也欢迎您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如果您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在这个链接当中可以看到成门会员之后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们希望和您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